大家好,我是淑貞,我今天是代表台灣環境資訊協會來這邊提案 那我今天的提案名稱是要做一個餐桌上的違章工廠 就是去年的大概10月的時候,農委會非常勇敢地把我們全台灣13.6萬處的農地上違章工廠的資料投資釋出了 然後它是長這個樣子的 那紅色的部分就是違章工廠 如果我們對13.6萬沒有太具體的想像的時候,那這個投資的確是可以幫助我們更了解它 但是看到這個投資之後,還是覺得這個問題似乎還是還蠻遙遠的 然後就是沒無法感受到它跟我們的生活圈的實際生活的關聯是什麼 而且就是以前的智者總是告訴我們說,嚇不死我們的一定會使我們更堅強 然後一直到前陣子,我到我們家隔壁的全X超市去買菜的時候 我看到了架上的就是一包小白菜 然後從前我從來沒有看,我從來都不會注意到的一個QR Code 我這次就去掃了它,然後想去看看這包小白菜在那個農委會的圖牌上 到底是它的周圍的環境是怎麼樣 然後於是我看到,它就是在這個白色的地區 然後它周圍就是有這樣,它的比較是西邊的地方有一些隱形的工廠 然後我又走到了水果區,然後看到了彰化西湖的 這是今年春天的就是採收的葡萄 然後這是它的生產地的情況 然後黃色的部分是農舍 你可以看到它的左邊地區就是農舍跟田是一樣多的 然後也有一些就是,尤其是下面有一個非常大型的圍張工廠在下面 所以就是從這裡面我才感受到說 圍張工廠它不只是在農地上 它其實也出現在市場,也出現在我們的殘舟上 所以我們到底要怎麼做可以讓農地上的圍張工廠變少或變不見 今天我想要提的案子是希望能把農地上的圍張工廠的資料 以及我們的產銷履歷跟有機農場的資料做一個串接 那這個採銷履歷跟有機農場資料差不多是加起來一共有6000筆 但是因為它是公開但是不開放的資料 所以會需要就是有朋友可以協助我們把他的資料爬出來 然後也希望在上面就是怎麼樣就是增加一些其他的功能 讓大家可以在鍵盤上守護我們的農地 那包括說可以在上面提供每一家工廠的違規查處的情況 然後也可以戳一下限師長 然後讓他們加速處理 那甚至是支持去環保團體的連署 讓他們來為我們代打跟政府溝通 然後請大家一起買菜協扣就台灣 謝謝